我拿發的手心 才怪 瓦斯棒了 這個在家裡面 煮飯一定要下一個 把媽媽下來 下來了 來 放鬆 好香 等一下冷凍 冷凍的一 那 你洗臉了嗎 沒有啊 你去吧 洗臉了 然後再把這個小鏡片 剛剛摘下來 把它放在手心 洗一洗 老媽 你 你可以放在 寶寶的勞動機上 都可以啊 為什麼你要用手 用手 他手的 手心是很柔軟的地方 這樣子 柔軟的地方 柔軟的地方 就不會把它弄碎啊 幫你放太硬的地方 他就碎了 碎了一副六千塊 好嗎 本來是兩萬塊 現在就是掉了一隻 掉了一隻 壞了一隻就是六千 媽 為什麼可以剪這樣 啊 為什麼可以剪 為什麼這樣 這樣那麼多 是吧 因為他 第一副的話 是要他去 特別訂製款 特別訂製款 那訂製完的話 等於就是說他的模具已經成型了 你如果再去做同樣的東西的話 那就稍微便宜一點 媽媽 那有狗蛋快掉了 弄錯了 然後再用那個 不是用 不是用那個 水溫暖液浸泡 用這個 用這個 多功能護理液浸泡 把它這樣每天泡著就行了 蓋上 然後今天晚上的時候再帶的時候再把它沖洗一遍再帶 剛開始是有點麻煩的 剛才現在已經習慣了 適應了這個步驟 我覺得 還挺快的 安成 我吃披薩 好 派你吃披薩 來我們的早餐是什麼呢 是中央沒吃完的披薩 對 和豆漿 和豆漿 爸爸昨天買的黑豆漿 要把你送去上學 我不能去大學 你不去上學 你要幹嘛 我在家裡陪你 我才不想要你陪呢 我才不想要你陪呢 把你送去上學 然後我要去跑步了 你跑步會這樣陪 才怪 你會見識越多 才怪啦 才怪啦 瓦斯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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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封面 瓦斯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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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遠一點吧 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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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煙越來越大了 它感覺化不太大 對啊 對啊 這個煙非常大 它很多人都不需要 我做要可能幾千 咽咽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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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房子要整理起来 又要花很多钱吗 那边好冷 把门关起来 大清早的还在睡觉 然后呢就听到说 早火了 妈妈早火了 刚刚关门 这个在家里面 煮饭一定要吓一碗 真是 还好 也很大把门窗都关起了 隔壁还有人 希望他们都没事 关起来 好了好了好了 没事了没事了 还好都没有人员伤完 火也被扑灭了 哈喽大家好 我是杰妮爱吃锅 其实今天早上还是蛮惊险的 真的是蛮早的 这个时候大家应该都在睡觉吧 不然的话就是上班了 那我也是一样 我就把小朋友刚说完 说完的时候 我打算去青梅那边去跑个步 你看我运动运都换了 准备去跑步的 结果呢 后来我又又不过自己 又跑去睡了 对 本来是想要计划在跑步的 因为我最近十二月份的时候 有一个马拉松 带小朋友一起去参加马拉松 十千余的马拉松 准备说在日期快要临近的时候 先去跑一跑运动运动 不要到时候太太落期了 所以呢 就想说去跑步 后来跑步也没跑 我就在床上又躺着了 躺着的时候呢 我就在想到底是要去跑步 还是没放弃 到底是要跑步呢 还是要继续睡一会 还是在纠结 就等我纠结到不太行的时候呢 我就听到了 听到了外面的一个声音 因为早上的时候嘛 因为早上的时候还是 还蛮安静的 所以呢就听到了声音 然后呢就是 着火啦妈 着火啦 着火啦妈 着火啦 就听到这个声音 然后我就在想 嗯 这是啥声音呢 这是跟谁说话呢 对因为不是特别的清楚 带一点模糊 这个时候呢我婆婆就跟我说 哎 着火了 然后我就赶快打手机 装这外套 然后就冲出楼了 因为人的本能嘛 听到了着火了 赶快就是往外跑啊 对不对 看看是家里面着火了 还是外面着火了 离我们家远不远 这时候呢就是一定要先保护好自己 对不对 嗯 然后呢我就是都弄好了 然后冲到楼下 发现说 对面的邻居的小妹妹 然后她蹲在浙雨棚上面 这个时候呢 我就赶快跟隔壁去借楼梯 抬楼梯抬到路上的时候 然后那个我们另外的邻居 把她已经弄下来了 我觉得邻居都是蛮好的 台湾邻居这边都蛮互搬互助的 对遇到点事情都会互相帮忙 然后把她弄下来了 家里面也确定了没有人 然后这个时候呢也有人报警了 主要下房车的人也是陆续的来了 还好都没有事 唯一遗憾的事情就是他们家小孩 小孩就这样子走了 对因为也许就是烟太大了嘛 然后狗又不会开门 然后就这样子 后续的事情我也没有跟了 反正觉得 反正我大概知道事情就是 家里面都 对对就是烧的不成样了 应该说被熏的不成样了 因为那烟真的是很大 都全部都熏黑了 这个时候我觉得应该要 还好人都没事吧 对后续的东西就是慢慢来 慢慢建设吧 对不然能怎么办呢 都遇到了 下次还是得注意 特别是说到这里呢 我不得跟大家说一下的事情就是 就是天气慢慢的凉了嘛 然后大家都会在家里面开个火 煮个锅啊 然后呢熬个汤啊 或者是弄个卤肉啊 控肉饭之类的啊 这些都是需要花时间去细火慢熬的 那这个时候呢 千万人不要走开 一定要待在你们家的那个厨房里面 好好地待着 不要做其他事情了 对不要说去菜市场买个菜啊 或者是去上个衣服啊 订楼啊之类的 一定要一定要就是不要离开 因为火不是开玩笑的 其实瓦斯它是不危险的 危险的是什么 危险的是你不但操作的行为 对一定要 一定要谨慎的处理 对不要开玩笑 像我在台湾待了十几年 在附近 附近也大大傻小的火灾 也起了蛮多次的 那很多都是一些人为的操作不但 要么就能就是去做佳事情的火 就开着开着一直烧烧烧干了 这样子 嗯然后 然后就 反正就大概都是这样子吧 所以呢 在操作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小心 说到这里呢 人为的操作不当的行为呢 这个问题我不得不再说一下 我在地里面遇到蛮多人 就是经常会忘记关瓦斯的 对就是吃完了火锅 火忘记关了 就是就这样子走了 结账走了 对所以呢 我都会先帮客人把火给开了 确认他的火开着了 对必须得确认他的火开着了 对我才会离开 所以呢 每次就是我站在旁边 我说我帮你开火 他说他自己来 结果呢我站在旁边 他都不自己来都不开火 我就会站在旁边 他觉得有 他以为我说哎怎么了吗 我说没什么我等你开火呢 对然后呢 完了之后呢 他们走了之后 我都会再次确认一下 火是不是都关了 因为我发现好几次 客人睡完了 火都忘记关了 对 嗯我觉得 是吧你看 这样都忘记关了 在我家没事 我都会看着 对那如果在你们自己家的话 所以呢 如果说对瓦斯不是很熟悉的 经常万东万西的 那我建议还是尽量不要煮饭了 还蛮危险的 嗯所以呢 不管是做什么 我都一定要就是谨慎 谨慎再谨慎 那我已经养成这个习惯了 就是 开火再关火 开火再关火 那包括我们家也是一样 就是每天 晚上结束的时候 一定要再三的确认 每一个瓦斯是不是都关了 我们再摸一遍 这是我们的 就是就是已经是 已经形成的既定的习惯了 都是真的不是开玩笑的 然后还有一个危险的事情就是 youtube这个行业 对 就比如说我今天就是举着手机 然后呢 爬楼里的时候摔了一脚 是吧 一定要看路吧 对吧 是不是 其实不管是不是做youtube 只要是拿手机 看手机的时候呢 都要稍微注意一下 对 注意一下脚边的路 注意一下身边的周遭环境 然后呢 要小心 慢慢的 不要着急 不然就跟我一样摔了 摔了一下 像我这种是还好 那就是怕你就是在悬崖边呢 或者是在爬山的时候 或者在马路大马路边的时候 那个就不是开玩笑的 那个也是蛮危险的 真的是 所以说生活中危险 无处不在 所以呢 大家要干嘛 要小心 观察 注意安全 对吧 那今天主要是跟大家分享 就是这些 就是安全最重要 一定要注意安全 嗯 然后呢 今天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你们一定很好奇我在干嘛 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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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骑车轮呢 骑车轮运动呢 适量的运动会让你的身体更健康 没错 就是为了要更健康一点 因为 我们不能倒啊 对 身后有老有小的 这就是我们成年人的压力了 哎 好了那我就先运动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